现在这个共享屏幕现在是可以了吗 可以 可以了是吧 好的 那我今天是直接开始吗还是 开始可以 好的 还是咱们那个直播间的伙伴们 就是我们上周其实是已经分享了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然后就是因为当时这个第一个这本书的内容 它比较多 再加上这本书呢 它非常经典 所以上次就是在做分享的时候 其实从内容来说没有完全讲透 所以就是我也是那个反思了一下 再加上群里也有一个伙伴说 希望我们有更更深 或者说更展开一些的这样的交流 所以就是我自己呢 想今天就这本书呢 就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想重点的把我们上次没有展开的这个第四个 第五个第六个习惯 大家看一下我的PPT 第四个叫双异思维 第五个叫知彼解记 第六个叫统合中校 然后咱们还是稍稍那个就是也叫复习或者说复盘一下上周 咱们整个这个课的七个习惯的内容 就是按照这七个习惯呢 我们上周讲的主要的是一二三积极主动以终为时要是第一 这个呢是获得个人领域的成功需要的三个好习惯 这个好习惯如果我们能践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是可以让我们这个人在个人领域就是从依赖走向独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三个习惯 然后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四五六 这三个习惯就是从双异思维 知彼解记统合中校 这三个习惯如果我们能非常的非常好的践行 那我们就可以就是在个人就是个人领域的从成功 可以往前跟迈进一步 就是可以走向公众领域的成功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也简单的说一下 双异思维也是强调就是我们在和这个这个世界在互动 要要有就是双赢 然后呢自比结己也是我们构建这个人际关系 就是除了我自己独立之外 我们要去和大家和这个世界来互动 然后还有统合中校 那就是统筹的合作 然后达到最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效能 那这三个就是习惯 是非常有助于让我们能获得公众领域的成功 然后这个当时给大家截了一个图 说人生是一个从依赖走向独立到互赖的过程 我们走完一到三 其实就实现了我们的就是个人领域的成功 如果我们再能做到四五六 那我们就可以迈向人生的更大的一个成功 就是社会领域的公众领域的这样的成功 如果我们再把前六个习惯不断的进行更新 不断的升级来 不断的践行 其实我们的人生应该的成功 加上幸福 不断的去更新 那么这个人生也就是一个高效能 这样的一个人生 就是整个的就是这本书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观点 我准备从四五六 就是这三个习惯开始 准备从这一章开始 我们看一下 就是刚才还是说了一下 就是今天主要讲这个人际关系的成功 从独立到互赖 也是我们这三个 就双赢的思维 还有就是资比结己 还有统合中校 这三个习惯 然后我也会给大家做一些案例的分享 也是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 怎么样我们才能获得人际关系的成功 更好的实现我们在社会领域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个成就 主要的观点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双赢思维 双赢思维呢 上次在这个PPT里面 其实有这一页的内容 我们还是简单的就是在 在就是强化一下 双赢 双赢呢 其实这本书啊 作者在应该是1989年 他这本书是第一次出版 其实当时在三十多年以前提出来这个双赢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前瞻的 现在在我们来看 感觉已经就是很很很习惯这样的词 但是三十多年以前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前瞻和战略性的眼光 双赢呢 它是指既要顾及他人的利益 以维持合作关系 也需要坚持自己的原则 然后通过真诚的沟通达成彼此都满意的成果 这个是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关系 还是在职场 甚至现在我觉得到国家和国家之间 应该是都都双赢思维 大家普遍建立的一个认知 然后这本书他也强调了 他说如果我们无法实现这个双赢就放弃 其实就是这个买卖我可以不合作 说很多这样的就是这种这种 和就是这种合作关系 为了让关系更加轻松和愉悦 这个关系我们选择不合作 比如说这一次公司的合作 或者说我这个人 我就我就离开我自己的单位 甚至说夫妻关系 我已经觉得就是无法实现这个双赢 我就放弃 这个也是让关系感到轻松和愉悦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吧 好我们再看一下就双赢思维 讲一个双赢 一个双书 双赢在这本书里边呢 就是那个柯维 他也就这个作者 他他在因为他首先是一个大学的老师 另外呢他又是做经常到企业去做培训的 所以呢他在讲课的时候 他在这本书里记录了 他当时讲课的一个情况 就是他邀请一个人上台 跟他搬手腕 然后让学员 然后同时邀请那个第三方 说请你来赞助一下可以吗 就第三方你来当采 或者你当采判 或者说你来帮我赞助一下 然后这个第三方好 然后他们定了个规则 就是如果谁赢了就给谁一块钱 然后呢这样就是比赛就开始 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 就是作者呢 他是一个搬手腕的一方 然后另一方这两个人呢 都非常较劲 我们想一下 其实这里边就是一个思维定次 因为我们已经说了 谁赢了 然后有一个第三方就会给一块钱 那这两个人当时都非常较劲 这样呢就是搬手腕搬了外天 谁也都没赢 或者说四军力敌都没有挣的那一块钱 然后接着这个作者就开始引导 他说他就跟那个邀请的 搬手腕的一个对手说 说咱们俩能不能商量一下 就是你先赢一局 你就得一块 然后我赢呢 接着就我来赢 我也得一块 然后呢他就说 他说我们建立双赢的思路 然后其实我们打破了传统的思维定次 你赢未赢 这就叫合作共赢 双赢就是这么来建立的 因为我们并没有违反规则是吧 邀请的第三方仍然是需要赞助的 那这时候第三方就要花很大的成本 但是我们作为这个 搬手腕这个来说 其实是双赢思维是建立的 他用这个例子 他也并不是说真正的 我们就是好像被了在 也让赞助方去多花钱 我们不计成本 也不是这个意思 他用这个例子来展示的 就是我们要学会打破思维定次 在和人与人合作的过程中 要学会建立合作 共赢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 然后在这本书上 他也举了这个双书 双书说的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人都有这种 就是思维定次 说这个作者呢 他在他的一个来访者 当时他接着有一个咨询的案例 就是这个夫妻呢 因为离婚在财产分割 然后丈夫呢 把价值几万美元的汽车 50美元廉价的抛售了 结果他就问这个当事者 他说你为什么把这个汽车 50美元就卖了呢 然后这个丈夫就说 他说我们离婚了 离婚协议就是离婚后财产 必须得分给对方一半 所以我为了让他不多分 所以我就50美元 就把汽车给卖了 这是个典型的双书 其实通过这个例子展现 我们肯定也都能看得出来 但是作为这个丈夫啊 他可能首先想的不是他输 他可能他想的 一定是让他的那个前妻 先要输掉 其实他也输了 是一个双输的案例 第三块就是一般人来说 因为我们还是讲 就是按照思维定次 多数人正常的反应 就是我们在与人合作 这样的过程当中 都是如果我胜了 你一定是输了 如果我错了 一定是你对了 如果我对了 一定是你错了 如果我成了 一定是你败了 其实都是一个数位模式 或者非胜即败的模式 这是一般人的思维 其实呢 他说在这本书说 他说世界之大 人人都有足够的立足的空间 你只让别人得到 还有你就是不一定就是自己一定要失去 你可以让别人得 然后你自己并没有失去 然后这里边呢 他讲了 人家交往有六种模式 双赢 双赢是作者看出来的六种交往模式 他极力赞成的 就是要要建立双赢思维 就是你自己也得力 别人也得力 现在我们其实倡导的国家 实验的这样的国际关系的建立 都是这种双赢 互助合作共赢的 都是这样的主题词 还有两百句伤 刚才我取了这个双书 就这个意思 书可能写错了 然后第三个就是损人利己 损人利己就是 我把别人的利益占了 然后别人是吃亏了 我是占便宜的 然后其实很多在这种 这个企业经营 可能很多人都会 都会有这种 这种思维钉色 还有独善其身 独善其身呢 就是我自关我自己 我没有损害别人 就独赢 还有舍己为人 是叫输赢 舍己嘛 自己没有了 为了别人赢了 还有好聚好散 就是没有交易 这个人际交往模式 就没有交往模式中断 所以这种六种模式呢 就是作者是极力的 就是来提出来 就是我们要建立双赢的 这样的人际交往的 这个模式 要建立这个双赢思维 这个我也是通过一个案例 给大家做了分享 今天可能我只讲半个小时 然后咱们后半个小时 主要是想听听大家 因为这几句话 大家如果提前有了解 更好没有呢 我到时候把这个其实就是六句话 一句话四个字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受 咱们可以一起来交流 我个人觉得这种双赢的思维模式 其实运用在这个家庭关系 还有职场关系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也非常希望我们把这个双赢思维 因为我们可能经常更多的特别愿意在这个职场 甚至在我们的这种 就是家庭以外 我们特别明白这种双赢思维 其实往往我们在跟孩子的相处 还有跟自己的这个亲密关系相处 我们往往就不会去想 为什么还要建立双赢呢 这个我也特别希望大家要在这种家庭的关系 或者日常生活当中去多悟 要多用这种双赢思维 其实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配偶 他也是我们的一种一种人际关系 只是他跟家亲密而已 然后我们要用这种思维方式去经营 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关系 好然后我们再看那个双赢思维里边呢 讲了一个情感账户 这里边其实我在上周分享的时候 情感账户已经给大家讲过 我想再说一遍 就是为什么会要要建立双赢思维呢 其实在这本书里 他首次提出来 他说人和人之间是有情感账户的 如果你在这个情感账户中 永远你不存钱 你总想取钱 你就发现很快取不出来 这本书呢 他分享了一个非常有名的 鹅和金蛋的故事 然后如果我们有一些伙伴 在做企业 甚至还在做一些 自己的这种带领一些团队 然后因为这本教材 在美国五百强 它是一个必备的一个培训教材 如果大家讲这种 就是讲产出产能 叫效能 或者讲鹅和金蛋的故事 甚至讲情感账户 希望大家都要有一个了解 这个鹅和金蛋的故事是什么呢 它是在这本书里 它讲的是说 它有一个人呀 他得到了一只会下金蛋的鹅 然后呢 这个鹅每天都会下一个金蛋 然后呢 其实主人如果他每天只要给鹅吃足够的食料 让他每天他就可以得到一个金蛋 这个事呢 他就是可以每天得一个金蛋 其实就是一个很确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这个主人呢 他有点这个好像比较急躁 他想赶紧把鹅的肚子给抛开 然后呢 他就想看一看到底里边有多少个金蛋 那结果他把鹅的肚子抛开 鹅死了 其实以后呢 他每天也都不会有一个金蛋嘛 这个我觉得 它是一个西方的一个故事 其实我们中国这种故事也特别的多哈 杀鸡取暖呀 这种成语不就说的跟这很类似嘛 然后这里边呢 启发呢 就是讲就是 我们要做收支的平衡 比如说刚才这个人 他想杀鹅 其实他都取完了是吧 这个情感账物彻底取完了 不可能 因为他也不会有投资 他每天就收支的平衡的一个理念 还有这个产出和产能 你有多大的产能 然后呢 你根据你的产能 然后做合适的产出 是吧 然后咱不能为了一时的这个 一下子把这个机器给拥抱费了 就是把我给弄死了 然后其实以后也就没有金蛋来为你服务了 另外还要想就是我们看待问题 现在也非常流行 我要做一个长期主义者 就是还是也很流行的 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不能探得一时的这样的一些追求吧 还是要看长远 好 然后这本书也说了 投资情感账户有六种方法 我也是特别想分享给大家 我们只要和人去交往 只要有人际关系 那么都有一个情感账户 那么怎么样来积累 或者投资自己的情感账户吗 就是有六种方法 第一是要理解他人 因为一会儿我们要讲那个自闭解解 就是你要有很好的对他人的理解能力 要能理解他人 有时候甚至比如说 和我们自己的另一半沟通的时候 你要能理解到他 就是能懂他 能理解到他的需求 这样对情感账户来说 就是在存钱 另外还要注意细节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想完全展开 注意细节 其实就是 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今天你的有一个同事 他穿一件新衣服 然后呢 如果你只是说一句 你这个衣服非常的漂亮 好像他能感受到 一定是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个反馈 但如果说 我发现你的衣服上面 带了一个非常好看的 你穿了一件新衣服 然后你还配了一个 非常别致的胸针 特别精致 看看这叫细节 如果你能有这样的反馈 那你很注意细节 这个也是对情感账户的 这个存钱的这个动作 你做的是 应该是更投 相当于更大的这样的一个投入 也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个信守承诺 比如说轻易的对朋友 进行了一个 包括孩子 我们对他有一个承诺 然后我们不能说这个承诺 说完之后到点变了 然后这个就不合适 还有参明期望 参明期望就是敢于表达自己 甚至敢于说不 敢于说no 还有诚恳正直 诚恳正直就是 就是让人能感受到 你是一个很诚恳的人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勇于道歉 如果是确实你是无意的 然后做了这种 这个不对的事情 那你要敢于说对不起 敢于去承认自己的错误 这都是投资情感账户的 也很好的方法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在下一个 关于刚才我们分享的 第一个习惯 我就大概就是分享到 就是这几页吧 就是我们双赢思维 因为这个特别希望 我们能在家庭 在职场 甚至在一些带团队 这样都要 只要有人际交往的地方 这个双赢思维 我们都要打破 传统的思维定次 打破输赢模式 然后建立双赢思维 这样的一个 一个共赢的 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 我们一定能 能收获到更大的社会资源 也是可以引领我们 从个人成功 走向更大的 这个社会领域的成功的 一个非常好的 这样的习惯 也是成功人士 坚持的一种原则吧 好 我们再分享第二个 就是自比结己 自比结己呢 其实先说一下 大家从词上来理解 自比 过去我们说 自己自比 其实圣子兵法里边 也原来 也好像是自比自己 这是自比结己 自比结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知道对方的需求 我从对方的角度出发 寻求被理解 其实最终是寻求我被理解 但是我是从对方的需求角度来出发 结果是我自己被更好的理解 我先理解别人 然后呢 这样我和别人建立这种共赢啊 合作呀 求同存异啊 最终达到我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 好 然后他说或者他的理解的关键 是去理解对方的需求 关注点 对方有什么需求 对方有什么关注点 包括对方他有什么优先的 这样的一些 特别我和 就是我们在 和我们的 比如说在和自己的 这种 比如说工作当中和同事 或者和自己的领导 在沟通的时候 你要通过这样的 他的言语来判断 他理解他的需求 另外还有他的一些 优先的一些选择吧 这样其实就是有助于你更好的合作 然后在了解他人的基础上呢 再争取让对方了解自己 大家注意到没有 就刚才这个史蒂芬科威 他举的那个 Bustle Run那个故事 我就觉得特别有启发 你看到没有 他在引导那个人 他说你先赢吧 你先赢吧 你赢一次 然后那个下一次再让我赢 其实就是他是先 我们中国有句话 其实叫退一步 就是或者说叫怎么样 就是在了解他人的基础上 然后咱们以退为进 先让别人得到一定的利益 然后其实最终别人也会更好的 让我们自己来受益 这个就是中国有句话 叫退一步海国天空 好像也不完全是那个意思 但是这个表达的就是一定是 共赢基础上的 更进一步的 就自笔结极 这个关系会更进一步 你可能会有更多的 这样更好的这个人脉和人际关系 因为你必要理解对方 有合作共赢 而且你的关系能更和谐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自笔结极 在这里边就是特别需要给大家 就是引入的一个词 叫移情是倾听 移情是倾听呢 就说我们其实 比如说我现在在说话 然后大家可能在听 如果咱们有互动 其实这时候最关键的 最重要的就是 要学会移情式的倾听 为什么呢 因为人人都希望被了解 也在沟通的时候 特别是语言表达 都急于表达自己 但是人人都忘了用心的去倾听 然后听人说话很简单 但是你设身处地的倾听 有时候就挺难的 然后呢 你聆听 回馈和表达同样重要 就你听 听完你回馈的是什么呢 和你说要同样的重要 然后移情是倾听的原则 就是我需要去倾听 因为我不完全了解 如果我先倾听 来了解他人 他才会更深入地去了解我 就是我先懂别人 别人才会进一步的 愿意和我合作 才能走近我 才能更好的来了解我 我们的关系才能更加的 更进一步 这个疑心是倾听 大家再看看这个图 就是沟通的时候 其实大家有时候 现在都会认为 就是我们在人际沟通当中 说文字特别有用 其实心理学 做过特别有名的实验 用很大的大样本的数据 证明在人际沟通当中 使用文字之灾 就影响权重只有7% 这样这个人说话的语气和语调 占38% 他的自体语言 自体语言就是如果咱们面对面的说话 或者说咱们在这种视频的环境说话 那比如说我的表情 甚至我的身体 甚至我哪些有一个动作 这样的自体语言 他占的比例是最重的55% 这里边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说笔写对沟通效果有更大的影响 另外同样的一个语言 我们用愤怒的表达 或者说是用一种平稳的 这样的语气 再配上不一样的自体语言 他这种效果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 人际沟通的一个实验 然后另外还有右边 就是给大家截了一个图 就是刚才叫移亲是倾听 其次也叫同理心的倾听 核心的一个点的移亲 就是你把这个 你在别人沟通的时候呢 就是你把你的情感 移到对方的身上 去关注对方的需求 这就是移亲 也叫同理心 就是你能感受到对方的需求 咱们看一下这个一个读字 听是一个口吧 用口去听 然后其实这是个简体字 在中文这个繁体字来说 他讲的特别复杂 这个繁体字是用耳朵去听 然后呢 这个木大家看到吗 还是用眼睛要去看 就察言观色 而且还要用心去感受 所以古代人相反 反而是特别会用移亲是倾听的 随着现在社会的节奏的加快 这个物质 社会对人的这种各种的这样的一些影响 其实人现在已经好像就感受不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就是过去这个听这个字的它完全的一个内涵了 这就是移亲之倾听 然后其实我在听我自己在一个机构学习曾经也说过 说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学会了说话 其实我们应该是在花一生的这种时间要学会如何去闭嘴 就是不是说的越多越好 我们要闭上自己的嘴巴 然后要用耳朵听 用眼睛看 特别要用心去体会 这个才是可以跟大家有这种共情能力的一个表现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移亲是倾听 它是以理解为目的的 要求听者站在说话者角度 好 移亲它不是同情 不是别人说什么 哎呀 我就是我同意 我不是不是说都要赞同对方 而是在情感和理智上给予充分的理解对方 然后这个樊登在讲这本书 他也说 他说在与人沟通的时候 其实最应该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小说话 多提问 让别人说 你多听 然后你在没有听懂的时候 你再复述别人的话 重复别人的话 和对方去做确认 然后或者说 你去确认 你回应对方此刻的感受 不平叛 不进行自转式回应 然后这是移亲是倾听 尤其要注意的 然后我给大家再讲一下什么叫 什么叫 就是 看一下在哪 什么叫自转式回应 自转式回应呢 就是在听别人说 因为上次课我给大家已经讲了 就是这个医生 他去跟一个来配眼镜的一个人 说你把我的眼镜 我把我的眼镜给你吧 我觉得你带挺适合的 就是这个配眼镜故事给大家讲过 今天就不再追溯了 想说一下这个自转式回应 就这种 就这种沟通 自转式的回应是什么呢 他是通常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 聆听并不是要理解对方 而是为了做出回应 这种人要么说话 要么准备说话 不断用自己的模式 过滤一切 用自己的经历 理解别人的生活 比如说他听完之后 他会瞎判断 不对不对 你说的不对 这叫自转式回应 第二个呢 他去问 他以自己的观点和动静 他去问 他说你这个事儿就是 他有点刨根问底 好像让别人觉得 要突费别人的隐私 他说你这事儿到底 你是怎么想的呀 好像又在那挖别人 不愿意说的事 第三个就是他说那个 就是经常给别人建议 比如说别人一说 你皮肤不是很好 马上就说去吧去吧 我跟推荐一个很好的美容院 赶紧体验吧 其实马上就去给别人去 去劝告 包括一些心理咨询 然后我自己就觉得 就是其实很多人 在心理方面 有很多这种心理的困惑 但是在一个人 如果他没有觉醒 或者说他不愿意改变的时候 我们不要跟他做任何的 这样的建议和劝告 因为有一句话说是 我们没法唤醒一个沉睡的人 你给他建议 其实就是自转式回应 他不需要 他理解不到那个层次 那就是他自己就可以在黑夜当中 慢慢的摸索 等到有黎明来的那一刻 他自然就醒了 这个也是自转式回应 还有一个诠释 诠释就是给别人的这种 你自己的经验 来诠释他人的动机和作为 其实我们在想 就是每个人 我们对世界做的这样 就是我们在和别人去沟通 我们无论说 怎么给别人这种建议 判断 其实都是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的这种经验呀 你自己用自己的这个思维模式来做的这种回应 你没有去理解别人的诉求 这个就是自转式回应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在这里边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 就是遗情是倾听啊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关于就是一个儿子和爸爸沟通的这个案例 我敲上去的是书上的一个案例 我就给大家读一下啊 就是他叫遗情是倾听 他这儿子上学真是啊 就敲错了 真是太无聊了 咱们邻居约翰就辍学了 后来开了修理厂 我觉得挺好的 爸爸他是这么说的 你对上学有很深的挫败感是吗 儿子说没错 学校学的东西根本不适用 修理厂的工作只要动手能力强就可以了 不需要整天背一堆没有用的公司 简直太无聊了 爸爸说你是觉得读书对你没有什么用是吗 然后儿子说对 你看约翰现在修车技术一流 这才使用 爸爸又说你觉得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儿子沉默了一下 爸爸说我觉得他的选择或许是正确的 儿子说嗯 从某个角度看确实是这样 现在他收入不错 可能几年后他或许会后悔 爸爸说你认为将来他会觉得 当年他做错了决定 儿子说一定会的 教育程度不高 今后肯定会吃亏 然后爸爸再说 你是说教育很重要 说对 如果高中没毕业 一定找不到好工作 爸爸有件事我很担心 你不会告诉妈妈吧 然后 你不想 爸爸也还说 你不想让妈妈知道 他也不问什么事 然后儿子说不是 其实跟他说也没关系 反正他知道会知道 今天学校进行阅读能力测试 我只有小学 小学程度 可是我已经高二了 你看看这个里边的 就是在书里 他是把这个案例就说 叫遗亲式的宁听 他 这个父亲什么都没做 他是一遍一遍 说出了孩子的感受 他准确反映了 对方的情感 你看那就是 其实我们如果不会 反映对方的感受 你就复述 就是他说上学 真是无聊透了 他就给他换了一个 就你对上学 有很深的挫败感是吗 就是孩子 好像对上学 这个事就是 有很深的挫败感 或者就爸爸 只要说一句 你是觉得上学 很无聊是吗 如果你不会 你就复述对方的话 如果你再高级一点 就说出对方的感受 和对方去做确认 然后就叫遗亲式您听 好 这个通过这个例子 希望大家能感觉一下 好 第六块就是一个 关于统合中校 统合中校 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这个事呢 就是是一个 统筹合作 达到综合的效能 就是这个人 如果真正的 再走向更大的 这个社会里的成功 那他是要和各种 很复杂的环境 要去合作的 然后呢 他说统合中校呢 大自然就是统合中校的 最典型的结果 比如说两棵树 你要给它种在附近 它的根会缠绕在一起 其实他寻求是互相合作 根扎得更深 而不是你给树 给它种在一起 这两棵树的根 就老死不相往来 不是这样的 所以大自然就很神奇 另外呢 统合中校是一种心态 有分歧才会有收获 然后其实我们的思维 传统的思维定式就是 只要我跟谁有分歧 我就会对谁有意见 只要谁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就会觉得那个人 他就跟我有仇 特别我要是假设啊 你在一个公司 要是团队的领导 只要你的下手 想的跟你不一样 你一定会认为 他在和你作对 所以这就是传统的思维定式 和我们应该突破的一些地方 然后呢 他说如果一个人呢 跟我的意见不一致 那么他的主张 必定由我尚未体会的奥妙 值得我加以了解 还有就是这本书还提出来 假如两个人意见相同 其中一个匕首多余 他认为意见完全一致 才没有沟通的必要 还有接着 与所见略同的人沟通 毫无益处 要有分歧才有收获 看看这个在社会领域 取得成功的人 确实是有胸怀的 他是有包容的 中国也有一句成语 叫海纳百川 有容才能大 然后第二呢尊重差异 要尊重差异 要鼓动大家一起来发挥创意 就是统合中校一些内涵 好统合中校 我们看一下 统合中校他里边讲的 就是说有一个图 我也截屏嘛 我也就是把这个图给 那个什么给图片 然后放在PPT里边 他说我们在和这个 对外的沟通 沟通过程中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其实就是我们最传统的 按照这个表格来说 就是我们是互相提防的 其实还是输赢思维 我们怕别人强 然后呢 我对别人不太相信 就是众轴表示信赖 然后那个横轴表示合作 我既然对别人不是那么相信 那我也不怎么愿意和别人合作 因为我就开始采取自我防卫 因为我认为一合作 要么就是别人损害我了 反正就是肯定是输赢模式 这个沟通的第一个层次 就互相提防 第二个呢 就互相尊重 我互相尊重 或者说我妥协让步 因为我有一定程度相信你的 我也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合作意愿 这个其实不是最优 这本书提出来 我沟通的最高层次是统合忠效 为什么呢 统合忠效是 我对对方也是高 高那个高度信任的 另外呢 我的合作的这种意愿 也是最强烈的 因为我知道和你合作 我相信你 另外与你合作 我对我自己有利 也对你有利 而且我们可以长久的更好合作 好 这个就是统合忠效要表达的 在沟通当中 我们的一个思维模式 好 然后最后就统合忠效说 我们要 如果带团队 我们要尊重差异啊 当你看到别人与你不同意见的时候 最好的回应方法是什么呢 第一个 你要学会说 哦 我感受到你不同意我的意见 我很想听听你的想法 如果我们在一个企业做团队啊 在团队或者说你是一个什么leader 希望你能经常学会说这句话啊 而不是说内心产生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对话 好 他怎么不听我的 他怎么回事 先给我较劲是吗 然后呢 接着我们如果在组织我们的团队讨论的时候 我们还要学会引领大家的创意 咱们可以说第二句话 咱们能不能一块创造一种更好的方法呢 我们一块去创造出来更好的方法 达到综合的这种效能啊 我们统组合作达到综合的效能 好 那我今天就是我就讲这么多吧 然后剩下的时间咱们可以互动交流好吧 大家我把我把这七个习惯放到这儿 然后咱们咱们还是互动一下 见老师 好 谢谢仪欣老师精彩分享 下面进入互动 请大家举手发言 或者是插在里面留言 我们大概还有24分钟 可以跟孙老师交流 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一点时间 或者大家把有想分享的 或者有什么疑问 咱可以敲到咱们的聊天区也可以 看看 非常经典的这个书类的这个书类哈 有一位iPad的朋友说了 双赢需要双赢需要双方努力 一方努力是是不是做不到 尔西老师您能回答一下他的问题吗 我刚看到了就是双赢需要双方努力 一方努力是不是做不到 尝试一下吧 我觉得应该有点难 但是如果你不迈出来第一步 那是就没有第二步了 我们可以 就是我不知道你这提的双赢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你是在和职场还是在家庭 这样吧 一心老师我把大家的话筒放开吧 这样他们可以方便跟您交流 但是请大家保持自己的背景音 要保持安静 然后有需要发言呢 可以打开自己的脉 现在有提问的朋友可以开自己的脉 孙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那个孩子的爸爸 怎么回答这个孩子呢 就是想问一下 这个孩子的爸爸跟孩子在沟通的情况下 那个觉得那个读书他的阅读能力只能达到小学水平 然后他爸爸怎么样能够激发这个孩子的学习动力呢 就问一下 这样哈 就是我们可能我觉得你的问题可能就是又想到让孩子 就是要走得更远的一步 其实就是显得家长就是特别的 就是要到那个终极目标 其实我们想如果孩子他对自己的这样的 比如说上学 如果他就是他自己的学习可能还没有 没有他现在如果是个厌学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我们就没法特别说现在就让他去有一个内屈力 内屈力那是那是那是一个很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阶段家长不要太着急了 就是家长让孩子就是对孩子那种接纳 让孩子就是和这个家长的关系是第一位的 建立好互相信任的关系 关系是一切的基础 而不是在这时候家长就要又又回到说 我作为家长我就要告诉一些道理 我就要作为家长 我的责任就是激发你孩子的内在的学习的动力 不是这样的 没到那个阶段 谢谢老师 首先是建立信任 对的 对是的 其他的事情可能会就会朝好的方面去发展 对因为你关系不好的时候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他听不进去 没有用 有道理 谢谢老师 对很有道理 那个孙老师 我问一下 就是也是跟您那个想找一下答案 就刚才您说的就是两个人扳手腕一块钱双赢 其实在这个比赛场上 他们也用过这种规律 这种规律在比赛场上呢 可能会是一种作弊吧 反正我这次也是多想了 可能您也是一个 这个建想法 怎么样要是 我也是在想 如果我要给人家讲这个问题 人家会不会就认为我 你不要引用这种办法 是不是一种 不好的作弊的行为 是这样啊 因为我们现在觉得是人文的科学 首先咱们不要说咱们是对和不对 我不做评判 我说的这个场景是 史蒂芬科威在讲课的时候 他是想让大家理解 什么是思维定视 什么是思维转换 因为一旦就说 对他通过这个场景就让人明白 你看我们马上一转换 我们只要建立双赢 就是合作双赢思维 其实我们就双方都会受益 他是想通过这个故事 让给大家留下一个画面感 而不是说 这场比赛要怎么来做 就是把握一个大家的思维定视了 他用这个故事来说 其实才是让大家印象会比较深刻 这是我的理解 因为它并不是一场真正的比赛 对对我理解非常理解 一会儿你有空的时候 把那个书的平面照一下 我根本刚才没看到 好的 我发到群里那个科件的第二页 就是这本书的封面 我这个是最新版的是他 因为史蒂芬科维他在12年已经去世了 他这是89年这本书 首次出版之后 有30周年的一个重新印刷的这个版 这个书的名字叫什么 就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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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孙老师我想问一下 就是像您讲到 移情是倾听 能听到吗 我听得了 是 那我 比如我做到移情是倾听 但我也要给相应的反馈的时候 刚才您讲的时候 就是说如果不会 你可以就去重复 但是往往像这样的重复呢 对方会觉得 怎么说 对方会觉得不耐烦 就是前几句还可以 后面就 所以这里面有什么技巧 或者有什么建议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 其实我也有一部分意识到这个事情了 然后做移情是倾听 其实我们可以先在这种家庭的这种环境下去练习 因为有时候可能我自己的理解 我就说是我个人的一些 就在职场上就像您说的 可能你在重复别人的话 好像会让别人觉得你没有听清 是吧 然后还有就是会有一些不耐烦 这个是挺正常的 因为我们可能管不了我们之外的第二个人 他的他的那个 我们脑袋可能装着一个是移情是倾听 但是他没有不一定就是学习过 或者在运用这个 所以就是这个同频的这种感觉会不会那么多 但是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用的 现在家里试一试来用 会会比较好 然后包括那个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启发 就对我来说非常有用的 就是我们跟孩子说话 包括跟自己的配偶 另一半说话 我们其实就是有时候说的太多了 太着急了 然后我们可以慢下来 其实这个就叫倾听 叫移情是倾听 就是叫听 多听少说 我们有时候可能用恩恩来代替 不重复他的话 也叫移情是倾听 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家孩子上小学三年级 就是有时候我可能要显得比较早急的去 去对他的什么事情要去关注的话 他反而会觉得我在打听他的事 他就很防备 但有时候我就好像比较 就是那种也就是比较 也不太急于去问他的什么事 然后他说什么呢 我也不怎么去回应 或者说那个什么 就是我听的多 我说的少 反而他自己就说 他就是你说多了 他就不说 然后呢 然后你把肢体语言 就是对孩子 肢体语言 更多的就是表示自己在听 又比较真诚 然后其实你用眼睛看着他 就让他说 其实这种我觉得就叫移情是倾听 谢谢 谢谢解答 这样子就好像我们在关注 然后呢 我们又没有 又用身体语言来 补充上了我们没有忽视他 对 在职场上的 我没有完全找到 但我感觉就是我们一定要多练习 练习完之后 可能你就会精准的表达 比如说我们在职场当中 我怎么样来精准的表达 比如说别人说一个需求 我可以先说 你说这个事情我理解到 你们的需求是什么 可能要这么来回应也可以 因为这样还是先站在先在理解对方的需求 然后呢 这样的话就是基于合作 我们可以建立共赢的更好的 更长久的这样的一些职场的关系 对自己也是有利的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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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没有人问 我再问一个 就关于我们以前是知己知彼 现在是说知彼解己 那是我们要了解对方在先 然后就是调整了我们以前的这个思维方式 那我还是有一点不太清楚的地方是 我们首先总总往往不是说 我们要探索自己 知道自己是什么 才更好的和自己相处 然后跟别人相处 那现在这个反过来了 您能再多说一些吗 您这个问题也特别好 其实我当时也是有这么一个疑问在里面 然后我的理解 就仅确于我个人的理解 我觉得它这里边有一个定语 定语就是沟通 用于沟通 就沟通的时候 就是你说的就是先去了解自己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大的方向 我们一定要先要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 向内探索 然后探索自己 包括你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还有这本书上说叫以死为终 以死为终就是我的目标 我的目标 我的目标 我的人生目标 我做每一件事情的目标 其实你应该是我自己的目标 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还是在自己心里有数的 因为我们说的是以死为终 这个是第二句话 是七个习惯的第二个习惯 那自比结局是什么呢 是我们在人际关系 或者说我们和别人去沟通的时候 我们是知道对方的就比是他人 他人的需求 然后来回馈到我们才能更好的 有助于我们自己 理解了这个意思吗 理解了 实际上这些还是为自己来服务的 对一定是为自己 对我也是这几年学心理学 才更加的坚定和明白 学心理学是让内心更有力量 另外让你 其实对你自己是更善待自己 更接纳自己 而内心更稳定 所以就是学心理学会 会让自己就是 怎么说呢 会更淡定 然后就是那个根永远就是会有 不像原来是飘着 比如说是活在别人的评价里边呀 特别在乎别人的眼光 或者特别去迎合和讨好 好像那个都是飘忽不定的 心理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根 就是你刚才说的 就是我 我是一切的来源 我是一切的来源 一切是自己 但是呢 他这本书我觉得厉害 就厉害的什么地方呢 我非常知道我心里边的目标 我知道是要双赢 包括我 我知道是要为我自己的 但是 我也是尊重到对方的 而且我可以在沟通啊 或者在人际关系当中 我可以先退一步 因为我有共情的力量 嗯 嗯 是 太好了 谢谢 这个盖茨写的 朱莉尔说了有 我读一下啊 盖茨的离婚 夫妇离婚 理由是我们不再相信的人生的未来 我们可以以伴侣之名 共同成长 请你用双赢的理论解释一下 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一个话题哈 我我只是说一下 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看法 也仅代表个人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想法 不一定对 就是这两天大家看到了 就是盖茨和他爱人 应该二十几年 二十七年的婚姻哈 他在微博还是在哪发的就是 因为我们不再相信在人生的未来 我们可以以伴侣之名 共同成长 其实这个要用双赢的理论来解释一下 双赢 嗯 我是觉得我先说一下就是 在人生的未来 我们可以以伴侣之名 共同成长 我先说一下我对前半句话的理解哈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盖茨首先他 呃他们两个人是二十几年的婚姻 然后接着呢 他是有三个孩子是吧 然后呢 他们其实还有一个背景 就是盖茨的就是爱人 我不知道叫什么 应该他是一个一直就没有 好像应该是一个 就是没有自己的职业哈 但是他们俩呢 有那个他们有很多那个基金会 包括巴菲特还投资的那种盖茨基金会 作业慈善的那个公益啊 然后他可能没有自己的视野 我我我大概我了解的应该有这么几个点 就是第一他的婚姻很长一段一段路啊 然后另外呢 就是盖茨是肯定这个 就是对社会的链接更多 然后他的爱人呢 应该是养育了三个非常成功的子女 然后但是他还没有完全走出家庭 我认为可能在我个人的 我个人角度来看 我是觉得如果一个女人长期脱离职场 恐怕在这种 就是这种共同成长这方面来说 同频这样的这样的 就是可以来有一些叫 我们上次讲的叫灵魂伴侣 我认为就比较难 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斯蒂芬科威 他为什么他在他所有这本书里一直写 他和他的爱人怎么怎么样 他每天就是 就是他有九个自己的孩子 然后呢 他是跟他爱人是一直要 就是要有度假 另外他们俩会骑自行车 还有他和他爱人就老要交流 他自己的工作 我认为他们可能 就是在此和他爱人的离婚 可能是他们人生的共同语言呀 包括这样的一些共同成长 这种交流 就是精神层面的这种 互相来 来共同成长的这样的 这种这种关系 没有原来那么那么近了 然后加上孩子也大了 是不是他那个家庭的纽带也比较少了 因为我看到今天也是偶尔看到一个媒体上说的 说其实他们已经分居了好几年 就是这种亲密关系 他已经有中断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说 就是那个盖茨他 他那个夫妇去参加活动 他那个就是 就是 他爱人说话 被盖茨多次的打断 当时他那个就是 盖茨他老婆就是特别的不高兴 然后 这是我 我觉得 我看到他婚姻解体的一些原因 然后用双赢的理论来解释一下 那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能实现双赢 那我们就不合作了吧 就是我们写的那句话 就是 也是在这本书上写的 就说 人生无非就是有盈盈双赢模式 还有输赢模式 还有单赢模式 还有这种双输 最好的办法就是 在这本书提出来 如果我们不能双赢 就是那种所谓的单赢 拿双输啊 那我们就选择 就这段关系去终止 就是我们不再合作了 对彼此来说 都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因为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关系 更加轻松和愉悦 这个Tina回应了一下 比我了解了更多 他人有事 也是他公司的身边最好的助手 为了家庭退出 我想说的意思就是 最后半句才是重要的 他为了家庭退出 他退出时间特别长 然后 这个其实 其实这个两个人的 精神层面的交流 恐怕就不一样了 他为了家庭退出 做慈善 大家可以剩两分钟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国内的刘强东和那个张泽天 大家知道吧 京东的那个第一大老板 你看那个张泽天 他24 23岁都嫁给刘强东 但他结完婚之后 他绝对没有为了家庭退出 我认为 我个人觉得 为了家庭退出 其实你这个 怎么说呢 你的精神层面的交流 和成长 就会 会 这个可能也代表了我们这个学员里边 可能会觉得女同志为了家庭 然后特别不容易 这时候又离婚 好像很不 好像觉得很委屈似的 我个人的想法 没准人家中西方文化 没准人家盖茨的爱人 人家先提出来的呢 是不是 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自己 附加他的一些意义 刚才朱莉尔说 这种情况下张泽天还要保持婚姻吗 他不能保持得很好吗 然后刘强东这个个人的事件之后 丝毫没有影响人家 这其实就是一个思维定次 和思维转换的问题 我觉得张泽天很厉害 非常厉害 女同志要多学习一些男人的思维 毕竟现在的社会应该是很 怎么说呢 这个社会其实有智慧的人 我觉得不会去按照传统的套路 思维定次的 张泽天你不觉得他也在追求一种双赢吗 是不是 而且他特别好的 他要成长自己 就是当时那个 刘强东的绯闻到美国去的绯闻传出来之后 他什么都没有说 他选择了去剑桥读书 如果张泽天靠自己的脸蛋 就在家里养着 可能他反而更多的认为是受害者 是很委屈 可能他会就成为那种怨妇 但是他完全不是这样的 双赢 我觉得用张泽天的这个案例 应该更好地能理解 什么是双赢 我觉得他保持不保持婚姻 我们 就是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这个关注圈 如果我们想获得更多的社会领域的成功 我们要去做影响圈的事情 影响圈的事情就是你个人对你以后能取得更多的成功和个人的幸福 有影响 有价值 比如说我每周给大家做分享 我就不会去太多时间花在这种吃瓜群中和八卦上面 我就去这个书好好去看 然后再有的这种再去做一些思考 另外我也特别希望这些好的习惯能在我个人的这种这个家庭呀 这种沟通啊 职场啊 然后能践行和运用 然后我觉得这样我就有很多的正能量 张泽天不就有些委屈吗 这个因我是想告诉你 你说有委屈就有委屈 你说没有委屈就没有委屈 因为我们都是旁观者对不对 他他一定和我们不一样 如果我们对任何这个事情都陷到这种委屈 不值得牺牲奉献 其实我们就是一种受害者心态 那这样的话我们很难去实现社会领域的成功 是不是 还有个人领域还没有成功呢 为什么还不独立吗 我们不是责任者 我们我们要做责任者 而不是做那种受害者 在这个七个高效能习惯里边 不是第一个就说叫积极主动吗 积极主动就是我们要把这种传统的思维定次 都要去做一些思维模式的升级 然后呢就是要让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权 这叫积极主动 你想要一个好的人生 就要有积极主动的思维模式 双赢和利用婚姻的区别 为什么叫利用婚姻呢 那是他的事情 而且这个东西我们不用去做这种评判好不好 我不太想去对他的事情去做评判 我不想当吃瓜群众 很抱歉 利用和这些词都是我们在给他赋予的意义 大家看一下这个时间差不多了 建儿老师 好的谢谢宜欣老师 因为您接下来还有明天的工作 也感谢大家参与分享 那么欢迎大家下周三继续来参加幸福医生读书会 谢谢宜欣老师 好的 谢谢大家 好的 再见 好 再见 好 谢谢宜欣老师 那个是这样 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从26号开始来我们每周的我们每天来就是从6点开始到晚上10点 大家应该大家大部分都知道了 下边的我们今天播放了马上播放的是一个我们纯节纯节期间的就是我们 我们的一个云居四海一个栏目啊云居四海一个文化云会 他这个这个是个人员流场的上中下这个文化云会是上中下 这是我们在春节期间推出的 这个呢 已经在 已经 当时已经都上传那个 这个我们那个 这个我们的YouTube YouTube上都有 中心的这个YouTube上都有 因为中心里每天的 每天的活动都很多 这个YouTube上我们的视频也是海量的视频 所以有些来可能没有关注到这个 这个有我们在中心里呃断断续续也播了几次 有些可能呃大家呢 没有重点去推出 所以大家来关注一下 这个这上中下 呃大家呃看看应该是很呃这个文化云会真的呃 我反正我我我我已经看过了几遍了 现在看了几遍 嗯呃很想看缺越是不错 这个呃他们这个整个汇聚的一些 一些就是文化方面的一些啊这个 呃一些演出啊什么的都文化方面的吧 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我今天来播先播一个 因为这个我要录录了要上传我们网站 我们网站还没有上传 行我们先把下半部上传其他的大家可以上 youtube或者呃中心网站以后也是也也上传 呃也可以看到 呃这个现在可以大家可以到youtube上去看一下啊 所以看看上中下都可以 现在是播这个下啊 呃就是人员流畅的下半部 呃呃就是下部下部中上中下下部 我现在给大家播一下 然后是10点10点半我们是我们是那个学唱英文歌 然后12点半是我们那个英语诗询的学习 呃下午呃接着呃下午了 然后是呃在中间反正中间都不间断中间都有人置办啊 大家都给大家 呃就是你有时间了你就上来吧上来就在呃上边 呃你或者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聊天都可以啊就是空白时间 正常上课时间的就按这个上课上课以外来 你有你有什么都可以在在里面互动啊或者要求放什么回放啊都可以 我现在把这个播一下啊播一下 你有什么都可以在这里 有什么都可以在里面互al大和 全部 immersive时候 也 containers 你是 你